明朝万历年间,江西赣州府石城县梧桐村,有个女子叫石翠翠,父母早亡,依靠大哥大嫂过活,两次订婚都没能出嫁,未婚夫都死在婚期前。 石翠翠是个扫把星的名声传遍了方圆数十里,再无没人敢走进他们家,就连邻居、村人看见她,都觉得晦气。 石大嫂也觉得晦气,恨不得立刻撵小姑子出门,时常跟石大哥吹枕头风,说,翠翠命苦,这辈子应该嫁不出了,干脆送进安堂, 起码能轻轻静静过日子,免得一出门口老是被人指指点点。 石大哥始终不答应,说妹子既无父母疼爱,又死了两个未婚夫,已经够可怜了,若是自己这个做大哥的都不管他,他还怎么活? 再说,那两个家伙怎么死的?外人不知道,你还不清楚吗? 第一个在青楼与人争风喝醋,被砍死的,第二个喝醉酒溺水死的,与妹妹合肝。 他们不捡点灶的孽,却赖在了妹妹身上。 石大嫂顿时红了眼圈,我这是为我自己吗? 她命这么硬,只怕不仅仅客父母客夫,我是担心,你和月儿呀,若是你们任何一人有个好歹,我也不想活了。 石大哥见妻子泪流满面,连同儿子都推出来了,心中酸涩,握了握她的手,道,难不成你要我眼睁睁看着妹子饿死不成? 爹娘临死前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,我在她们面前发过誓的,一定要好好待她。 她又劝慰妻子,让她安心,下个月等自己从镇上回来,再找护人家,尽快把她嫁出去。 石大哥在镇上药铺帮忙,当了三年学徒,终于能抓药了,薪水也升到了每年六两银子,每个月还能回来一天。 石大嫂欲言又止,小姑子相貌普通,又背负了扫把星的恶名,方圆数十里谁敢娶她? 除非是过路客,不知头不知尾的,娶了便走。 石翠翠也知道大嫂嫌弃自己,奈何无处可去,只能加倍勤劳,忙里忙外,大小家务都包园了,天不亮起来,煮早饭,半夜三更还在仿杀织布。 每餐让大嫂好好吃饭,自己先喂饱折,最后吃点残羹冷制。 她仿杀织布,上街卖布,看到便宜又好吃的,都给大嫂折买一份,每个月她能赚三百来文钱,统统交给大嫂安排。 石大嫂还不满足,常常在院子里指着小鸡大骂不止,说吃了那么多粮食不长肉,白吃了。 石翠翠当然明白大嫂骂的不是小鸡,而是自己,她心如刀割,但每当大哥问起时,都若无其事,只说好的,从来没提过大嫂半句不是。 五月初五那天,因西门外河里塞龙舟,药铺老板只留一个伙计看店,其他人统统放他们出去看热闹。 石大哥挂念家里,不去看塞龙舟,买了几只粽子,一路小跑,跑回了家中。 她刚要推开院门,听到了妻子的怒骂,本以为她跟隔壁邻居吵架,谁知一进去。 院内只有妻子和妹妹,妻子左手插腰,右手手指直直戳到妹妹额脚,骂她好时懒做,镜筒没刷干净,还有点味道。 石翠翠低着头,带着哭音道,大嫂,镜筒我已经洗刷过四遍了,真的。 你这个死皮赖脸吃白石的扫把星,还敢顶嘴?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嫂?去,给我一点一点点干净,要不今天你别吃饭了。 石大哥一直以为妻子早被自己说服了,与妹妹和谐相处,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,哪里知道妻子这样刁蛮霸道,对妹妹这样苛刻。 她不由又惊又怒,怒喝道,你就这样欺负我妹子。 石大嫂闻声回头,见自己丈夫怒戎满面,顿时泪水扇扇,坐倒在地,哭着道,是,你们两兄妹才是好人,我是恶人,我天天欺负她,你想怎样? 是休了我还是拎我去晨河? 小侄儿十月刚满两周岁,正在屋内睡觉,被吵醒了,哇哇大哭。 石脆脆一面往屋内跑一面道,大哥,你听话只听了一半,别乱发脾气,嫂子和我开玩笑呢,她对我可好了。 要不是见了方才那一幕,石大哥也以为妻子对妹妹很好,如今,她哪里还敢相信一个好字。 她只恨自己,赚钱太少,亏待了妹妹与妻儿,若是有钱,另外给妹妹置一所小宅院,让她安安稳稳过日子,也不至于受这些阿扎气。 石大哥没了过节的好心情,放下粽子,匆匆离开了家门。 石脆脆哄好小侄儿十月,出来时发现大嫂呆呆站在院内,地上扔着几只粽子,大哥却没了。 她问,嫂嫂,大哥呢? 别喊我嫂嫂,你和你哥才是一家呢? 我算什么嫂嫂? 石大嫂呜呜哭了起来。 石脆脆想安慰她,但心知此时自己说什么都是错的,捡起粽子,放回厅内八仙桌上。 她想,大哥虽好,哥嫂老为自己吵架,也不是问题,这几日打听打听有没合适的小安堂,只要自己离了家,他们两夫妻自然会好起来。 谁知屋外忽然响起一阵喧闹,有人大声呼喊石大嫂。 石脆脆赶出去,乡亲们用门板抬着大哥回来了,说大哥刚才冲去去,没看路,在横道拐角处撞上了一头水牛,被水牛脚顶了,舌了腿,可能还断了几根肋骨。 石脆脆如遭雷击,扶着院门,双脚像被粘住了似的,怎么也抬不起来。 恍恍惚惚间,她只有一个念头,自己真真是个扫把星,害了父母,害了未婚夫,如今又来害大哥了。 石大嫂扑过去,抱住丈夫,一叠声问丈夫痛不痛,哪里痛? 石大哥看见了靠在院门口失魂落魄的妹妹,生怕她胡思乱想,连忙道,没,不怎么痛,你看,我还能走呢。 她想挣扎着起来,走两步,但一动,痛彻心扉,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 石大嫂听得清清楚楚,转头对小姑子骂道,都是你,扫把星,害人惊。 这次害了你大哥,下次是不是还想害你折儿? 要是你大哥好不了,我跟你拼命。 石大哥拉了拉妻子,勉强挤出一丝笑意,道,你又来了,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牛,跟妹妹有什么关系呢? 斯,真有点痛啊,你快去请大夫。 她这么一说,石大嫂忘记了小姑子,赶紧起来,跌跌撞撞,跑去找大夫了。 乡亲们把石大哥抬进屋内放好,急急脚离开了,谁也不想跟石翠翠在同一屋檐下,跑得比贼还快,仿佛多呆一会,厄运便立刻降临他们头上。 石大哥躺了一个多月,石大嫂侍奉了她一个多月,家务和哲儿全部交到石翠翠手上。 石翠翠打听到了十里外有个正经的小安堂,几次想走,看大哥躺床上无精打采的,再看着大嫂一个人忙到脚步粘地,心想着再等一等吧,等大哥伤好了,自己就走。 这天,大嫂从河边洗衣服回来,嘱咐石翠翠做四碗菜,说洗衣服时看到河边大柳树下停着搜船,也许客人吃腻了船家饭,想吃点新鲜的,要是卖了菜,也能给大哥挣点医药费。 石翠翠连连点头,三下午除二,做好了四碗菜,搁石栏里头,盖上一块干净的棉布,问大嫂怎样。 石大嫂看了看,点头说好,带她走到河边。 那里大柳树下果然停着搜船,船婆在船尾在杀鱼,一位穿着蓝断袍的中年男人站在船头张望。 石大嫂抢过石蓝,快步走上前,与她聊了两句,揭开棉布,给她看了看,回头伸手招呼石翠翠上船,说菜很好,客人老爷都要了,让她进船煮个汤面。 石翠翠也没多想,按照客人要求,去船尾炉子煮汤面,中年男人走到她旁边,看她操作。 石翠翠浑身不自在,喊嫂子,中年男人说她,嫂子,早拿钱回去了。 石翠翠心头浮起不祥的预感,说那自己也回去。 中年男人说,你嫂子拿了三十两银子将你卖给了我,你还怎么回去? 石翠翠看了看她,觉得对方不像在撒谎,大嫂真的把自己卖了。 她一个字也不说,封了炉子,摇起汤面,端到中年男人面前,道,大哥请吃面。 中年男人接过面碗,一直盯着她,她只当没看到,走到船弦边,往河里探头。 中年男人扔了碗,扑过来,一把揪住她,姑娘,死不得呀,死不得。 有话好好说。 石翠翠说,我,我是想洗洗手。 她真没打算跳水。 中年人明显是不相信她所说的话,虽然松开了手,却站在旁边,随时准备再扯她一把。 苦口婆心劝解道,姑娘,你也不小了,凡是要往好的那面看,别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。 人死了,什么都没了,糟糕,要是淹到半死不活的躺床上,一辈子,更糟糕。 我是个生意人,从来不做亏本生意,要不,你还我三十两,我送你回家。 别说三十两,就算三两,石翠翠都拿不出来。 她一声不吭,瞄了瞄传夫和中年人,想起了大哥一家。 大哥是好大哥,再没人像她那样一门心思护着自己了,自己走了,她再也不用为自己跟村里人,大嫂怄气了。 大嫂虽然嘴碎,是那种有十文钱舍得为大哥者花九文的人,自从嫁进家门,也没过过什么好日子,一天到晚忙得不停。 有了三十两银子,她定然会请大夫好好医治大哥,大哥的伤一定会好起来。 月儿总喜欢黏着自己,就连睡觉都要窝在自己怀里,可她年纪还小,哭两天,也就忘了自己。 再说自己是个扫把星,离了家,她们只会过得更好。 姑娘,来,喝碗鱼汤。 船婆端来一碗鱼汤,喂她喝,可能也以为她要寻死。 热乎乎的鱼汤流进咽喉,汤里下了姜丝,有点辣,有些腥。 不知怎地,石翠翠两眼泪如泉涌,滴答滴答落在衣巾上。 中年男人叹了口气,道,算了算了,姑娘,算我倒霉,银两,我也不要了,这就送你回家。 石翠翠从船婆手中端过碗,把半碗面汤全灌进肚子里,抹了抹嘴,道,我不回家。 你,你还要寻死?中年男人往前进了一步,随时准备伸手抓他。 我不回家,你不是给了我们家三十两吗?我给你当丫鬟,洗衣做饭,端茶送水。 石翠翠本来不打算回家。 见他,连一两也不要了想送自己走,明显是个好人,应该不会强迫自己做小妾什么的。 中年男人想了想,道,也行,先说好,你别寻死觅活,三年期满,我送你回家。 只当丫鬟,洗衣做饭端茶送水。 嗯,就这样。 石翠翠见他如此干脆,心中不忍,告诉他,自己是个扫把星,订了两次婚,未婚夫都死了,还连累了大哥受伤, 他是做生意的,若是怕不吉利,自己到其他地方仿杀织布或者当丫鬟,赚了钱还他。 中年男人笑了笑,没事,你就安心留下吧。 两人商量妥当,船婆也松了一大口气,将石翠翠拉到一边,悄悄说,姑娘,这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好死不如赖活着。 徐老爷又好心又和善,你跟了他,不亏。 船夫正好抱着一堆东西回来了,看了石翠翠,有点失望,马上又堆起笑容,道,徐老爷,这就是新夫人啊,一看就好生养啊。 东西我都置办好了,你们晚上就可成亲。 原来大嫂卖自己并非刚刚临时起义,而是早商量好了。 石翠翠心一紧,盯着徐老爷,徐老爷却摆摆手,让船夫把东西都退了,让船婆跟着去,给姑娘挑几身衣服,也不用名贵,普普通通的就好,方便劳作。 船夫船婆两人一起往岸上走,两人嘀嘀咕咕,船夫回头望了又望,可能觉得十分意外吧。 从那天起,石翠翠跟随徐老爷。 坐船离开了石城县,徐老爷叫徐栋,皮肤有黑,眉头深锁,看上去四十出头,其实才三十岁。 他是个茶商,春夏一直忙收茶,要么住船上,要么住客栈,秋冬返家。 他对石翠翠淡淡的,没什么好脸色,也没什么坏脾气,石翠翠则当他是嫂子一般,静而远之,洗衣煮饭,真茶地水,只做自己分内的活,从来不在他面前多说一句话。 石翠翠没成过亲,没开脸没盘记。 起初,别人以为他是徐栋的小妾,但徐栋坚持他只是丫鬟,再看两人往来,客气疏离,的确只是简单的主仆关系,慢慢的也就没人再拿他们两人开玩笑。 日子久了,石翠翠渐渐从旁人口中知道,徐栋在当地也是个名人,不幸的名人。 难怪他不怕自己是扫把星呢,他也是个黄连水里抛大的倒霉蛋,从小是个孤儿,吃百家饭长大的。 起初跟随别的茶商做生意,后来自己出来单干,发了答,买宅院,成亲,连续娶了三个妻子,三个妻子都没了。 第一个成亲半年,趁他出去收茶叶,跟小思思奔了,不知去向。 第二个拜堂时,腹痛难忍,站也站不直,请来大夫一把脉,怀胎四月动了胎气,当堂送还娘家。 第三个性格和善,两人过得和和美美,谁知生子难产,一尸两命。 人人都说,徐栋天煞孤星,不适合成亲。 石翠翠想替他分辨,说那又不都是他的错。 怎么能都怪在他头上? 但他只是个丫鬟,人为言轻,就算他说了,又有谁相信不是徐栋的罪过呢? 这一天,徐栋回家,交给石翠翠一封信,说是他大哥托人写的。 石翠翠已经一年多没大哥的消息了,心中时常挂念,只能往好的一面想,想着自己离开了。 大哥他们过的一天比一天好。 骤然得到大哥的信,他又惊又喜,恨不得马上知道大哥他们的消息,但他不认得字,只能请徐栋读给自己听。 徐栋告诉他,得到他的三十两银子,大哥的腿伤治好了,大嫂和哲儿也都很好,希望他在外面试试小心,千万保重身体,有空回家看看。 石翠翠握着信,又哭又笑,连连说好,真好。 徐栋奇怪地看着他,问,你大嫂卖了你,你心里怎么不恨他们呢? 石翠翠摇了摇头,说,如果大嫂自己能卖一百两银子,他会毫不犹豫将自己卖了,留钱给大哥治病的。 徐栋摇摇头,说什么乱七八糟的,真不明白他们女人心里究竟想什么,一家子团团圆圆过日子,不好吗? 石翠翠哪管他明白不明白,自己一人在外,大哥他们过得好,他就觉得值。 为了感激徐栋,他特意做了四样菜肴,请徐栋吃。 徐栋特别喜欢酸甜炸鱼,尤其是鱼尾,一口接一口地咬。 石翠翠怕小骨头小刺多,让他吃慢点。 徐栋速度依旧,一面吃一面说。 当年父母双亡,自己沦为小乞丐,有个好心的父太太给了半条酸甜炸鱼,可好吃了,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 后来他吃过很多酸甜炸鱼,再没从前的味道。 末了,徐栋还加上一句,我早忘了我娘长什么模样,只记得,他也喜欢吃酸甜炸鱼。 石翠翠心里仿佛压上了几十块小石头,堵得严严实实的,原本想好的开解话语全粘在了舌头上。 屋子里静寂无声,两个人谁也不说话,油灯的灯芯火焰忽然跳了一下,爆了个灯花。 从那天起,两个人关系似乎变了。 石翠翠做饭前会认真思索徐栋更喜欢吃什么,有空时会买来布料,给他做鞋子。 徐栋也变了,有时候傍晚回家会带回一盒松子糖或者糕点,说是招待客人吃剩的。 过年时,石翠翠收到了两身新衣裙,徐栋说,那是奖励他干活勤快的,过了年再出去收茶叶时,顺便带上他,送他回家。 回家,这是石翠翠盼望多时的愿望,真正到了可以回家的那一刻,他忽然有点惶恐,心乱如麻,只低声说了一句,说好的三年呢。 徐栋背对着他在喝茶,不出声,可能没听到,也可能不知如何作答。 春天来了,细雨绵绵,开船在即,石翠翠收拾徐栋出门要用的衣物,忽然听到门响,以为是徐栋回来了,让他先喝汤,汤在小锅里。 脚步声,又重又快,转眼到了房门前。 砰一声门被推开了,是个陌生的后生,脸上蒙着块黑布,手里拿着寒光闪闪的刀。 他将刀架到石翠翠脖子上,问他金银珠宝在哪里。 石翠翠说,自己只是个丫鬟,三十两买来的,什么都不知道。 蒙面后生把刀用力一压,石翠翠只觉得一阵寒意,继而一阵疼痛,慌乱中,他眼前阵阵发黑,依旧坚持不知道金银珠宝在哪里。 后来,他隐约听到了徐栋的声音,脚一软,晕了过去。 石翠翠醒来时,人已经躺在了床上,脖子也被包扎好了,窗外响着熟悉的水流声,床一晃一晃的, 他又回到了两年前坐过的船上。 徐栋头勾勾坐在床前,跟犯了大错似的,听到他翻动的声音,连忙看过来,让他别乱动,也别说话,好好养着,等伤好了,家门口也到了。 石翠翠知道没抓住强盗后,告诉徐栋,那个强盗身上有鱼腥味,要么是个渔夫,要么是个渔贩子,顺着这个方向查,肯定能抓到的。 你啊你,徐栋见他着急,便吩咐船夫停船,自己上岸,到城里报案。 半个月后,消息传来,那个强盗被抓到了,果然是个渔贩子,在西门口卖鱼的。 徐栋有些奇怪,自己身为茶商,都没闻到强盗身上的鱼腥味,石翠翠是怎么嗅到鱼腥味的。 石翠翠不好意思告诉他,说自己打小不喜欢吃鱼,对鱼腥味很敏感。 哪怕一碗菜里混了一丝鱼肉,也能嗅出来。 徐栋想起他曾经为自己想法,设法做了那么多道鱼,心中又是欢喜,又是惭愧。 不由道,上岸后,我去见见你歌嫂。 石翠翠脸色一变,三年三十两银子,自己只干了两年活,是不是要还他十两银子? 徐栋看一看,他脸上表情,就知道他又想多了,连忙告诉他,别多想,要见他家大哥大嫂,是因为自己要上门提亲,三枚六聘,大红花轿娶他过门。 传夫传婆也听到了,乐呵呵向他们道喜。 石翠翠百感交集,问了一句,你就不怕被我客了。 徐栋笑笑,道,咱们两个,谁客谁不一定呢? 日子是咱们的,咱们就好好过,让他们看看,我们都不是什么扫把,星倒霉蛋。 后来,石翠翠与徐栋结为夫妻,三年爆两,日子过得和和美美,梧桐村乡亲们提起他们,都竖起大拇指,再也无人提石翠翠是扫把星了。 明朝年间,浙江杭州有一位公子叫张三,二十多岁,父亲是当朝的大臣,母亲是二品夫人。 张三娶妻流氏,是当朝尚书之女,知书达理,相貌标志,琴棋书画,样样精通,夫妻婚后,相敬相爱。 张三什么事情都好,可就坏在一个色字上,家里既有娇妻相伴,自己尚不满足,自己家里的婢女,基本上都着了她的黑手,但是这还不够,她还经常出去拈花惹草,许多良家女子,迫于她家的威势,屡次被她上手。 因此,张三在当地的名声特臭,大姑娘,小媳妇见了张三,都要绕道而走。 一,且说城里有兄弟二人,哥哥叫玉田,弟弟叫玉林,玉田靠做些小生意谋生,玉林在兵营里当差。 玉田三十岁的时候,娶了一个妻子,叫秀娘,长得如花似玉,夫妻婚后,和谐美满。 玉林二十五岁,尚未婚配,一身气力,胆大心细,在兵营里干得不错,每月回家一两次,看望哥哥嫂子。 有一天,玉田有事去兵营里找玉林,一时间没有回来。 快到中午的时候,秀娘见家里没水做饭,便自己提着水桶到井边打水,提着水桶往回走的时候,正好碰见了张三。 秀娘赶紧低下头,进了家门后,赶紧关上门。 即使只看见了一眼,张三便发现了秀娘,心想,好一个漂亮女子。 竟然住着我家的房子,怎么平时没有发现呢? 张三赶紧回家。 找人来问,挨着水井那一户人家,房子里住的是什么人? 做什么的? 谁负责收他们的房租? 一问才知道,是管家张明一直在收租。 张三把张明找来,问道,你收租的人家里,竟然有这样一位美貌妇人,为什么不告诉我? 张明说,这个人家是去年刚搬过来的,因为他的兄弟是个粗人,在兵营里当差,动不动就要杀人放火,恐怕公子招惹了他家的女人。 万一这小子把事情闹大了,恐怕对公子不利,所以没敢告诉你。 张三说道,凭我的本事,不找他的麻烦就不错了,他还敢来找我的茬儿,必须把他家的娘子给我弄过来,这样标致的女人,怎么能轻易放过? 张明说,玉林虽然粗暴,但他的哥哥玉田特别老实,为人比较本分。 不如小人先去叫他过来,探探口风,如果他答应此事,我们便给他积粮本钱做生意,免了他的房租,若是他不肯,就把他们赶出去,然后再找些由头,与他一起算账。 张三说,银子多少无所谓,只要能把那个漂亮女子弄到手,到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 张明欣然领命而去。 此时,恰好玉田已经回家,张明拉着玉田的手,一边走一边套近乎,一直拉着他来自己家里坐下,这才说道,我家公子的为人,想必你也清楚,他可是个慷慨风流的汉子,只要见到谁家娘子漂亮。 挖空心思地想弄到手,否则死也不放。 不过呢,一旦与谁家的女子好上了,那银子是肯定少不了的,但是有谁若是不从,恐怕最后要弄个家破人亡。 张明健玉田有些紧张,接着说道,可是总有一些不长眼的人家,非得跟我家公子对着干,结果呢,不但银子没得到,反而被害得很惨。 最后女子还是落到我家公子手里。 玉田故意转移话题,说道,只有像张公子这种才是通天的人,才敢干成这种事,像我们这些平头百姓,真是想都不敢想。 张明说,今天找你来,主要是有件事想找你核实一下。 今天中午,我家公子在你家门外的井边,发现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,长得特别漂亮。 公子变上了心,到处查访,终于知道是你的妻子。 你回去问问你家婆娘,是她吗? 若不是她还好,若是她,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 玉田愣了一会儿,说道,肯定是她。 因为今天早上,我没有打水,估计是她做饭时发现没有水,所以才自己去打水的。 那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? 张明说,这事情不好办啊。 玉田说,哥,那我连夜搬到我兄弟那边去吧。 张明说,千万不能,那样不仅我要遭殃,连你的兄弟都要受连累。 玉田说,我不信她那么厉害,难道没有王法了吗? 张明说,看来她刚才我是跟你白说了,你若不依她,肯定会想办法害你。 若是你搬走了,她会把我一起告到官府,说我与你的妻子通奸,将她的金银盗走藏在你家里。 最后诬告你因为东窗事发,携银子找兄弟避难。 到那个时候,我肯定会招任,可你们怎么办呢? 玉田被她说得目瞪口呆,心想,不带这么玩的。 问道,那你说怎么办? 张明说,时时务者为俊杰。 依我看,你便依了他,可谓公安婆乐,不仅有了银子做本钱,妻子也还是你自己的。 这样,神不知鬼不觉的,不是很容易吗? 玉田说,即便我同意,我妻子肯定也不会同意。 张明见有戏,便说,别人家的妻子都是瞒着丈夫去偷人。 自己的丈夫允许他这么做,他怎么会不肯? 也许他嘴里说不同意,可能心里早已乐开花。 你现在回去告诉他,我傍晚的时候过来接人,明天一早完毕归照,说不定还会带几两银子回去。 玉田说,这样当乌龟的事情,可没有人想做。 张明一听,假装生气道,老弟,别人又不会知道,难道我会骂你乌龟? 再说,这种露水夫妻,也是前世种下的因果,若是让公子满意了,以后就有你的好日子了。 二,玉田心里不是滋味,便起身告别,回家见到妻子,问起今天打水的事情。 秀娘说,我打水的时候,确实看到一个呆子,在那里直勾勾地看着我,真是可笑。 玉田听后,叹了口气,心中不悦。 秀娘见他不高兴,便问他为何苦恼。 玉田把张明说的那些话,原封不动地告诉了秀娘。 秀娘听后,说道,这种事怎么可以? 常言道,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 一旦被人知道,我们还怎么在这里做人? 玉田说,人在屋檐下,不得不低头。 若是今晚你从了他,我们性命可保。 明天,带我悄悄到海宁租一间房子,然后把东西都搬过去,叫上兄弟一起走,这样才能免货。 若不如此,恐怕今晚都难过。 秀娘羞红了脸,说道,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,让我怎么好意思做呢? 玉田说,谁想把自己的老婆送人? 只是为了保全你我的性命,迫不得已罢了。 正当他们夫妻二人商量的时候,张明推门进来,笑咪咪地说道,恭喜二位,我家公子说了,你们是老实忠厚之人,特意让我送十两银子,两体花不给你们。 玉田说,真是晦气。 达桶水竟然闹出这么一桩事情来。 玉田嘴上一边抱怨,手里却把东西收了起来,然后出去买了酒菜,请张明喝酒。 两人闲聊了半天,看到天色已晚,张明便催促秀娘起身,从后门去找张三。 张三见秀娘来了,分外客气,两人小酌一番,半推半就地把事情办成了。 此后,张三便隔三差五地接秀娘来家里,这样来来回回持续了有一个月。 一天,秀娘对玉田说, 你如今赶紧去海宁租房子吧,办好之后,赶快回来接我们。 玉田不敢耽搁,取上盘缠,第二天一大早便出发了。 且说,张三,有一天亲自来接秀娘。 秀娘说道,我丈夫怪我与你坐下这见不得人的勾当,说被张管家骗了。 本来丈夫想借此弄些银子做本钱,可没想到反而越过越差。 我劝丈夫说,张公子是个贵人,肯定不会食言的,只是我没有开口药,也许他是忘记了。 我让丈夫出去打听一下,有没有什么赚钱的生意,我向公子借上百十两银子做本钱,只要赚了钱,肯定会还给公子。 丈夫听了我的话,今天早上便高兴地去了宁波,若是他回来后,公子一定要扶持他一下,也算抬举我一场。 张三笑道,区区百十两银子,不算个什么事,今晚你到我家里去睡。 秀娘说,今天我家里没人,你先找别人去吧。 张三不同意,秀娘无奈,说道,你若是乐意,去取被子来我家睡吧。 我家里也还干净。 张三进去打量了一番,虽说房间不大,但却收拾得非常利索,便赶紧回去拿铺盖,顺便让张明送了韭菜过来。 晚上,秀娘为了那一百两银子,也是拼了老命。 张三非常高兴,问道,怎么今天这么高兴? 秀娘说,睡在自己家里踏实。 在你家,总是感觉隔墙有耳,门口有眼,哪里能尽兴。 此后,张三天天往秀娘家里跑。 玉田在海宁待了几天,便把房子的事情办妥了,赶紧回来告诉秀娘。 秀娘说,我已经骗了她一百两银子,放在箱子里,你现在快去把玉林接回来,我们与她道个别,然后连夜出发。 玉田把玉林叫回家中,把张三做的丑事,从头至尾说给她听,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她。 玉林听后,一拍桌子,骂道,好个银贼。 不杀她,难出我这口恶气。 玉田说,冲动是魔鬼,此事还要从长计议。 秀娘也在一边相劝。 玉林虽说是个兵俑,但也是学过兵法的人,想了一会儿说道,你们如果就这么走了,肯定后患无穷。 倘若被她发现,你们跑路了,她肯定会来兵营要找我,我若杀她,肯定偿命。 若是不杀她,她肯定会把我告到官府,少不了要问我,你们去了哪里,我肯定不会告诉他们。 但是,若不说,必然要受大行之苦,总之下场都不会好。 我现在有一计,你们听我的安排就是。 秀娘一听,感觉玉林说的有道理,便问道,需要我们做什么? 玉林说,我先回兵营请个病假,然后把官梁退了。 哥哥明天先去雇一条船,把值钱的东西事先都搬上去,我们到时候空身上船,一走了之。 三,玉林回到兵营,便请了病假。 玉田雇好了船,把东西都收拾好了,只等兄弟上船出发。 玉林对哥哥,嫂子说,现在不着急。 等五更十分出城就行。 嫂子晚上可以把张三约到家里来,只说哥哥去宁波了,你多准备一些韭菜,一定要把他灌醉了。 等他不省人事的时候,嫂子便可先一步登船。 我与哥哥去办一桩公事,然后五更在船上会合。 说完,他们便分头行动。 秀娘刚要出后门,正好看到张三伴最不省地走过来,赶快上去扶住他,笑道,你鼻子真灵啊。 我丈夫刚去了宁波,你就找上门来了,我正准备去叫你呢。 张三一听,这娘们儿太善解人意了,笑道,走吧,去你们家里吧。 秀娘早就准备好了韭菜,两人边喝边聊,但基本上都是张三在喝。 为了把张三彻底灌倒,两人中间还加了一场戏,然后起来再喝,一直喝到了半夜,张三连泪带醉,早已人事不行。 这时,玉田、玉玲进了门,玉田先送妻子上了船,然后赶紧回家。 兄弟二人把张三拖到地上,把他的衣服扒了个金光,身上值钱的东西也都收了起来。 玉玲用事先准备好的彩末,给张三画了一张鬼脸,身上也都涂抹一番,然后又把沥青抹在他的头上,使他的头发都立起来,这样子看上去,就是一个火鬼。 忙活完之后,已经快五更了。 玉田按照计划,拿着石头去砸张家的大门,管家张明听着声音蹊跷,便喊起来十几个人,带上家伙来开门。 玉田听见开门,赶紧离开。 带上东西便出城了。 这时,玉林把张三拖下楼,一直拖到张三家的门口,然后用斗大的巴掌扇他的嘴巴,半醉的张三被打得挨腰直叫唤,朝着自己家里跑,正好碰见张明,他们开门出来。 火光之中,众人见有一个火鬼闯进门来,都吓了一跳,不管三七二十一,上去立,乱打乱戳。 张三此时已被打醒,高声叫道,是我。 但此时一片混乱,哪里有人能听得清他说话,张三没有办法,只好抱着头,便往自己的书房跑,一机灵钻到了自己的床下。 众人一看,说道,太好了。 然后一起拿着刀枪往床底下戳,张三在里面疼得嗷嗷直叫,弄得满屋血腥气,众人说道, 管他是人是鬼,这一番操作下去,就是神仙也肯定没命了。 天亮之后,众人才把张三从床底下拖出来,仔细一看,哪里是鬼,只是画的鬼脸,有人拿水往身上一泼,露出白肉来,只见上面都是枪孔,再往脸上一泼,看清了此人,正是张三。 张明叫道,不好了,不知中了何人的奸计。 当时张三的父母在朝,但妻妾都在家中,听见丈夫被人谋害,一起哭了起来,家里顿时乱作一团。 这时,张明咬牙切齿道,昨夜公子去了御田家里,一定是他家的人把公子谋害的。 赶紧派人去御田家里查看,只见屋内除了一些笨重的家具,什么都没有留下。 众人认定是御田谋害公子无疑,见御田跑了,便派人去兵营找他的弟弟御林。 有人说道,御林已经告病回家,都走了四五天了。 众人见找不到御林,只好先回家,他们一时间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兄弟。 回家后,家人们一边收拾入恋,一边准备告官。 太守听说,是当朝大元家里的公子被害,自然不敢怠慢,但不知道从何抓起。 因为张三明明是被自己家里的人戳死的,与别人有什么关系? 而且又没有证据,也无法证明张三是被御田兄弟所害,只好慢慢拖延,相机破案。 四,且说御田夫妻到了海宁之后,很快安顿下来,兄弟二人做起了米面生意,生意非常红火。 令人没想到的是,此时的秀娘竟然怀了张三的孩子,十个月之后生了下来,竟是一个大胖小子,长得眉清目秀,活脱脱一个小张三。 御林见了孩子,说道,哥嫂在上,此子是张家孽仲,不是我家的亲骨肉,我兄弟二人辛辛苦苦赚的家业,最后恐怕还要落到仇人之子手里,不如现在把他溺死吧。 御田说,兄弟所言极是,说完,就要上去抢孩子。 秀娘连忙互助,说道,万万不可。 这孩子虽然不是我与丈夫所生,但确实是我身上掉下的肉,怎么忍心害死他,毕竟孩子是无辜的。 现在叔叔虽已长大,但是尚未娶妻,我年纪也不大。 肯定还能生育,不如先留下这个孩子,等我们日后有了子职,再把他还给张家,这样可以使张家不至于绝四,也算是一桩阴质吧。 御田不说话,秀娘接着说道,张三虽然谋奸在先,但人家是名囚而不是强占。 照,此论来,张三已经遭了报应,死得很惨了。 再说,我们也得了人家一百多两银子,也不算吃亏。 我觉得还是应该等孩子断奶之后,把他送还张家,这样对张家来说,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。 御田兄弟听秀娘这样一分析,觉得自己做得确实有些过分,便同意了秀娘的意见。 当年,御林娶了妻子,四年生下一个儿子。 此时,秀娘所生张家之子,已经三岁,便对御田说道,如今我们有了侄子,可以将张家的孩子送走了。 御田说,这怎么好送去? 秀娘说,谁让你上门去送了? 只需我写个字条给张明,把这件事情说明白。 等到夜间的时候,把字条绑在孩子身上,放在张家门口,等他们发现孩子,便什么都清楚了。 御林说,嫂子,你写吧,我给你送过去。 第二天,秀娘写好字,又从头上取下一个张三送给她的簪子,绑在孩子身上。 御林拿了盘颤,带上孩子,便往老家而去。 到了城里后,御林先找地方住下,吃过酒饭,喂饱孩子,便早早上床睡觉。 第二天一大早,御林便把孩子偷偷地放到了张家的门口。 当天早上,正好张明出门办事,门一开,把孩子吓醒了。 张明听见哭声,一看是个三四岁的孩子,长得竟然特别像张三。 张明抱起孩子,见他身上还有一封信,而且写着交给自己差,心里正纳闷,这是为何? 此时的张妇已经父贤在家半年,整天因为无子无孙而烦恼。 半夜的时候,张妇与夫人都做了同一个梦,梦见张三对他们说,儿子不孝,已先走一步。 不过无需烦恼,明天你们的孙子就到了。 两人醒来后,说着梦中之事,竟然两人的梦都一样,觉得特别奇怪。 正在说此事的时候,只见张明抱着一个娃娃来到屋里,送给他们二人看看。 两人一见到孩子,孩子马上止住哭声,望着他们笑呵呵的乐。 张明准备把信拆开,这时,张三的妻子发现了孩子身上的簪子,说道, 这个簪子原来是我的东西,后来被张三拿走,送给玉田妻子绣娘了,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 张明拆开信,见信上写道,你家公子作恶多端,奸淫人妻,遭此报应。 幸好张家老爷一心向善,所以给你们留下这个孩子,以续张家香火。 具体的事情,你向大家说明,众人就什么都清楚了。 信上还附上孩子的生辰八字。 张明说,看样子,小公子是玉田妻子绣娘所生,是我家公子的亲骨肉。 众人问张明怎么回事,张明便把当年如何谋奸绣娘的事情都说了。 张三妻子说,可惜一直没有抓到他们。 现在他们肯定还没走远,赶紧派人去追,抓到之后送官至罪,让他们给公子偿命。 张甫说,万万不可,此事皆因儿子自取其货,与他人无关,况且人之生死,亦是上天注定。 如今人家能把孩子送回来,就是天大的恩情。 如果遇到恶人,恐怕早把这孩子弄死了。 我们也算百捡了一个大便宜,岂能再做傻事。 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 然后吩咐家人,给孩子沐浴更衣,取名张生。 此后,张家上上下下,一心向善,修桥铺路,爱老旧贫,一婴家人不许生事害人,本来一个作恶的人家,竟然变成一个清平的世界。 张三的妻子好生抚养孩子,张生十八岁的时候,考中进士,封了官职。 后来,张生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是秀娘,便差人四处查访,竟然一无所获。 原来,玉田玉林兄弟成了当地的首富,每人各生了两个儿子,秀娘因为存心还子,不绝张事之后,最后活到八十八岁,无疾而终。 明朝年间,广东有一位书生,叫李明秋,见自己读书无望,便娶了同城孙园外之女玉娘为妻。 玉娘相貌平庭,性极爱度,把李明秋管得服服帖帖。 跟着玉娘从嫁的,有一个丫头,叫阿满,年方二八,倒是生得十分漂亮,娇巧可爱。 一、阿满虽说年轻,但早已知趣,每天在房中试后,能说会道,特别体贴。 李明秋性子贪瘾,虽说她娶了娇妻,但仍然吃着碗里的,惦记锅里的,偷偷瞒着玉娘,对阿满动手动脚。 经李明秋一聊拨,阿满便一拍即合。 因此,两人暗地里打得火热,但这些都瞒不住玉娘的眼睛,因为抓不到现行,只好把李明秋看得死死的,一个劲地使唤阿满,让她一刻也不得闲,因此他们一直也找不着机会下手,只能干着急。 为此,李明秋苦思冥想,总想找个突破口。 一天,她借口到外面喝酒,半夜才回到家里,心想只要玉娘已经睡下,阿满肯定在房中守候,便悄悄从窗外窥探,见娘子果然睡下。 阿满趴在桌子上吼着,李明秋欣喜,便轻轻推门进去,见玉娘没有放声,便挨进床边,仔细一听,发现玉娘已经发出憨声。 李明秋迅速离开床边,吹灭灯火,急忙上前去搂住阿满。 阿满庄睡,任其摆布,此时李明秋已经色胆包天,也不管妻子就在跟前。 而此时的玉娘,其实并没有睡。 就等着今天桌间呢,听见动静后,呼得一下从床上跃起,衣服也固步地穿,扭住两个情人,便乱抓乱咬。 李明秋吃疼,喊道,不干她的事,都是我的错,你别难为她。 玉娘也不开口,闷声一个劲地拼命打,李明秋舍不得阿满,便挺身护她,这一下更刺激了玉娘,把李明秋连抓带挠,任人看了都有些害怕,身上血淋淋的。 最后,玉娘打累了,便一屁股坐在地上,阿满赶紧扯上衣裤,一溜烟跑了出去。 李明秋也等不到天亮,趁着月色便跑到岳父家,求孙媛外替她向女儿求个情。 孙媛外见李明秋可怜,只好去女儿家。 剑玉娘正在那里拷打阿满,她便上前劝道,这也不是丫头的错,是你那该死的丈夫醉酒乱性,听说你昨晚已经惩治她了,她也知道自己错了,今天一早就跑过去求我。 我本来不想给她讲情,但看她那副血肉模糊的样子,我也心软了,再说,唯恐你把她挤兑得太狠,让她生出二心。 到了那个时候,恐怕连我这个做岳父的,都难以周旋了。 不如趁其畏罪之时,念她出饭,就饶意回她。 至于丫头是去世留,由你来定,也不必过于责罚她。 再说,你现在有了身孕,要学会爱惜自己,切不可因为生气而伤了身子。 玉娘虽说极度心强,但孝顺父母没得说,见父亲亲自劝导,于是转怒为喜道。 既然父亲说了,我便听父亲的。 既然她是醉酒乱性,我就原谅她一回。 但她已经起了银心,这个丫头是肯定不能留了,请父亲做主。 快把她卖了,以斩去祸根。 孙元外说道,把她转卖,确实比较妥当。 但是,卖她容易,可要马上找个合适的就难了。 你马上快要生了,身边不能没有人,不如先挺过这些日子,然后再慢慢找个老实的婢女,到那时再卖阿满也不迟。 玉娘说道,爹爹的好意,我心领了。 只是怕有人还要惦记她,趁我分娩的时候,无人去管,做出丑事来,到那时再和她闹气,也就晚了。 所谓人无远虑,必有尽忧。 爹爹敢说,李明秋干不出这事吗? 孙元外笑道,俗话说,官不保人,私不保债,这种感情债,我也难保。 她的去留,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玉娘见父亲有些不高兴,便改口道,留她服侍女儿,是爹爹的一片雌心,那就依您的话,先留她一些日子。 说完,玉娘便觉得肚子一紧,有些疼痛,吓得孙元外急忙去请吻婆,又去把女婿叫回家。 没想到的是玉娘因为动作过大动了胎气,费了半天劲才把孩子生下来。 玉娘疼得死去活来,不省人事,白天孙元外常来探望,夜里只有李明秋和阿满陪着。 二、烈火干柴,凑在一块,可给了李明秋一可乘之机,因为玉娘身子虚弱得厉害。 更让李明秋有恃无恐,再也不用怕她乍睡。 李明秋与阿满一起去了厢房,正当两人酣畅淋漓之计,忽然听到玉娘咳嗽,因为有了上次的记性,李明秋就像惊弓之鸟,赶紧明金收兵,赶紧跑到玉娘床上。 这种事情,只要有了第一次,那就再也收不住。 阿满时不时地与李明秋约战,两人快活了大约有二十天。 后来,玉娘的身体渐渐强健起来,李明秋心中害怕,只好匆忙捉空,小肠滋味。 常言道,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 尽管他们二人做得隐秘,但抬头不见低头见,肯定要露出一些马脚,被玉娘冷眼看破。 忽然一天,玉娘把父亲请到家里,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父亲,便让父亲把阿满领回家去,找个机会把他卖了。 李明秋不敢吱声,只是暗自流泪。 阿满知道后,死活不想走,大哭一场。 因为阿满带走一事,李明秋怀恨在心,与玉娘的关系迅速恶化。 玉娘见丈夫情意冷淡,明知是因阿满之事,心中生气,有时向父亲发发牢骚,有时在心里生闷气,加上产前动怒,种下病根,产后忧伤,病情加重,没熬过一年, 便撇下孩子先死了。 玉娘死的时候,李明秋也不怎么心痛,她所痛心的,只是阿满不在身边,而且杳无音信,心中一直放心不下。 她曾私下里去问过岳父,据说是卖给了一位灰伤为妾。 带到林青那边去了,李明秋怕岳父骗她,又去找媒婆何时,见说法一样,禁不住泪如雨下。 虽说阿满已走,但李明秋一直想着破镜重圆。 自从丧偶之后,也有人劝她再娶,也有人劝她讨妾,但李明秋不为所动,连服侍的丫头也不用一个,甘心做个寡男人。 有人好朋友问,李明秋,你正直壮年,何苦受这样的寂寞? 不想找个家人陪伴? 李明秋说道,即使有绝世家人,也没有阿满的情意。 如果不能与阿满中邪于水,宁可一辈子不娶。 说完还哭了起来,朋友们把此事传为笑谈,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吃明秋。 李明秋发现在家坐等没用,决定要去林青找阿满,便把自己的家业都托付给兄弟掌管。 随身带了二三百两银子和一个仆从,对外声称出去当剑生,其实坐监只是个名,寻臂才是本意。 李明秋一主一仆,轻装上路,风餐露宿,大约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林青。 李明秋在城外住下,平时便去街上打听,逢着灰山开铺的便过去问问,但仍然没有一点阴信。 有一天,无聊的时候,李明秋到茶馆中喝茶,正好碰见对座的一位茶客,竟然是辉州的大客商,说自己常年在广东做生意,今年才到此地。 李明秋听说他在广东做过生意,便把自己出来找阿满的事情告诉了那人。 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巧,那位客商说道,讨阿满的那位男子正是我的侄子。 去年秋天我侄子病死,阿满又改嫁了。 李明秋连忙问,老哥,你知道他嫁到什么地方去了吗? 那位客商道,去年冬天改嫁的,也是我做的主,是一位南京的朋友,当时也在这边做生意,因为妻子早亡,我便把阿满嫁给了他,两人相得,后来回原籍了。 李明秋又细问道,其原籍在哪,姓甚名谁,麻烦您说详细些,小生感激不尽。 那位客商又说道,他叫史伯令,住在南京水溪门内。 你若要去,我稍一封口信,就说你是我的亲戚,也许能见上一面。 李明秋得到消息后,对客商千恩万谢,回到客栈,便收拾东西。 第二天一早,便往南京而去。 三,且说李明秋急匆匆地赶到南京,放下行李,便去水溪门内大街上打听,果然看见一所大房子,十分奇整。 刚要进前去问是不是史伯,只见一个少妇,正站在墙门旁边,姿色亮丽,一身笑服。 李明秋心里奇怪,便走上前去查看,没想到正是日思夜想之人,阿满。 李明秋又惊又喜,快步走到少妇身边,打个招呼。 阿满见了李明秋,自己也愣住了,恰如梦中相会,不知是真是假,是人是鬼,这也太突然了。 阿满连忙上去扶住李明秋,也不多问,便把他领到屋里,就像十道宝贝一样高兴。 李明秋虽然高兴,但怕让她丈夫看到了产生误会,毕竟身在一乡,孤身闯入人家,怕有人说闲话。 万一惹出事来,不仅赚不到便宜,反受此女之类。 这样一想,李明秋的步子有些迟疑,阿满知道她在什么,便说道,你放心,跟我走吧。 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。 李明秋这才有些宽心,跟她来到外房坐下。 阿满让丫头们上茶,吩咐后厨做饭,自己陪着李明秋。 问道,相公,你是怎么来的?为何独自在门口探望? 你直说就行,不用害怕有人偷听。 李明秋说道,自从玉娘把你转卖,我便疏远她了。 后来玉娘终日忧闷,生病死了。 很多人劝我再娶,可我一心想着你,历史非你不娶,后来我便抛家设业,一路打听你的下落,在林青,听说你来了南京,我又赶紧跑到这里,就是希望与你见上一面,及时死也值了。 可没想到,竟然这妖巧,在门口就遇见了你,真是三生其遇啊。 可是不见还好,这一见,更觉得心里难受。 李明秋一边说,一边流下泪来。 阿满说道,你不要哭,先听我说。 我当初原指望一杆到底,可没想到玉娘不容我。 孙缘外将我迈到辉州,无非就是想断绝我们后会之路。 那位辉商把我带到林青,中途感冒风寒,刚到林青两个月便死了。 我那时想,如若有个机会,自己便回广东,但无奈太远了。 后来,辉商的叔叔做主,又把我许佩吉使伯令, 这人身体本来就不好,待我回到南京后,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。 后来,卧床不起,今年春天刚死。 转眼间,过了大半年,这家业重大,又没有儿女,只有我一人掌管。 可一个女人家又能干什么事情? 也有人劝我坐产招夫,以保家业。 可我自觉命薄,既生离了你,又连死两个丈夫, 终身未卜,不知是何结局。 没想到,今天能够再与你相逢。 既然玉娘已死,你也孤身无依,正如天上救援, 人间欣喜,真是鬼使神差,天作之合。 你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,待我明天变告亲临,让众人做个证件,好把家业交付给你。 只怕你嫌弃我失身两夫,不肯要我。 李明秋听了这番话,五脏六腑无一处不痛快,禁不住拍掌大笑,快活,快活。 玉娘白做了嫌冤家,最后我依然与你在一起,可怜老天还是有眼的,正是无情者死,有情者生,只有人负了人,再不见天负了情。 你说今天这段奇缘,岂不是天意? 如果我嫌你失身于人,又怎么会抛家设业来找你? 阿满说道,今日一言即出,日后修要改变才好。 李明秋道,苍天在上,我若有二心,此生不得好死。 阿满见他起事,方才信他是真情实义,高兴地为他设酒洗尘,开怀畅饮。 借着酒力,还没等日落西山,两人便相拥上床,旷夫寡妇,一拍即合。 都说新曲不如远归,他们却是远来强如新曲,两人一直睡到第二天,中午才起床。 阿满忙着准备酒菜,邀请各位亲临来相聚,李明秋也不把自己当外人,活脱脱把自己当成了新主人, 与众亲临把酒言欢,一直喝到深夜而散。 一连喝了三天喜酒,外边有人哄传,使家娘子心绪了一个丈夫,还是个健身出身,家里颇有基业,如今做了这掌管剃头,可不是辱墨了自家的体面。 街坊邻居们议论纷纷,这话传到了李明秋随仆的耳朵里,然后他悄悄地告诉了李明秋。 此时的李明秋意为情所谜,只图眼下快活,根本没把这些话当回事。 四,就这样,一晃十天过去了。 一天早上,李明秋还没睡醒,便听到丫鬟慌里慌张地跑进房来,说道, 国泰即刻倒庄,夫人快起身书洗吧。 阿满听后,连忙起来穿衣服,手忙脚乱,一边梳洗,一边让人打扫厅堂,又催促李明秋穿好轻衣小帽,到庄外迎接,告诉他见了之后要远远下跪,到了厅堂之后还要在街下叩头。 这一下,把李明秋弄糊涂了,扯着阿满问道,国泰是什么人?来这里做什么?为何还要让我更衣远迎? 阿满说,现在不是讲闲话的时候,先按照我说的去办,下来之后再向你解释。 李明秋无可奈何,只好换了衣服随阿满出去。 只听外面喊道,国泰到了,快去迎接。 阿满恐怕李明秋迟延误事,一把扯住他往前赶,到了庄前便跪。 李明秋抬头一看,只见一座大轿,抬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,到了厅堂之后,老太太端坐在正中间一把胶椅上。 阿满赶紧拉着李明秋在庭前扣头,扣了四个响头之后,堂上传话道,起来,国泰有话吩咐。 阿满这才敢站起来。 李明秋刚要起来,侍卫们却让他继续跪在街下,只让阿满一人前去说话。 阿满扣手献查,国泰说道,听说你找了新丈夫,可喜可贺。 又听说他是你的旧主子,更是喜上加喜啊。 今天我特意过来,把庄上的账目亲自交给你们。 然后又叫李明秋上堂,左右喝声让他跪下,虽然李明秋不明就理,但还是被吓得跪下了。 国泰把他打量了一番,便把账目对他说了一遍,然后问李明秋叫什么名字。 阿满替他答道,他叫李明秋,原籍广东,是个贱生。 国泰说道,这所房子,几代都是姓氏的掌管,没想到你丈夫却死了,既然没有儿女,又无门房族姓,你如今续了新夫,还该照例姓氏。 我就改叫他坐使明秋,赏银二十两,明天可写一张身契禁符,以便造入掌管名册内,听后随时召遣。 阿满应声晓得,又让李明秋叩头致谢。 国泰起身上轿,阿满又赶紧拉着李明秋去送。 这一翻下来,李明秋就像个傀儡木偶。 任凭提献者牵来拽去,心里非常不爽。 正准备细问阿满的时候,只见堂中站着好多亲友,见李明秋夫妇进屋,纷纷上前坐一祝贺,然后分掌右坐下。 坐在上手的一位长者说道,前天我们进府禀报此事,国泰非常高兴,所以他今天亲自来交个账目,现在你快写一张掌管身契,等我们取着送到府里去。 阿满对长者说道,前日续婚,出于紧急,其中许多事情,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说明。 待我今晚跟他说了之后,才好让他写生气,各位书拜,就等明天吧。 那位长者不觉失笑道,你们天天忙着做事,哪来时间说,这闲账?既然国泰有令,此事迟缓不得。 你既然没有说明,那我今天就替你说了吧。 李明秋说道,我确实不清楚怎么回事,请说吧。 那位长者说道,这所住房,原是开国功臣为国公府中建造的,从史至今都是史家掌管。 今年春天史伯令病故,国泰念起磊是犬马,不仍改作别姓,所以吩咐阿满,招夫顶替。 国泰就是俺家府上大老爷的母亲,大老爷如今在朝,府中所有事情,都是国泰主张。 老兄,你既然已经入赘,又亲自接的账目,这写力生气,也是应该的。 李明秋听了这话,惊得目瞪口呆,如梦初醒,忽然垂胸顿足,指着阿满道,你这是误我呀。 阿满说,你上门来找我,我怎么误你? 李明秋说,我上门来找你,本是一片深情,没想到却坠入火坑,有情女子能干这事吗? 那位长者劝道,老兄,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,现在再抱怨阿满,也都迟了。 李明秋回道,你们听我细说。 阿满曾经是小弟家中的婢女,因为妻子不容,已至被转卖远方,小弟曾与此地有生死之约,所以一直妄想重圆。 可我千辛万苦找到这里,没想到却被他哄骗,使小弟一个清白书生,猛然沦为下贱。 既然已受其捉弄,我也没有什么可计较的,或上吊或投井,寻个自尽了事。 我本想找到他,与他一起回乡,可没到他现在却做了催命鸳鸯,使我网坐他乡之鬼。 说完,便放声大哭起来。 那位长者道,你别怪我说你,还真是个书呆子。 你现在尸身府中,只因他之前未做说明,也难怪你埋怨他。 但既然阿满原来是你的婢女,明明是下贱之人,你是堂堂一家主翁,为什么还要找个下贱之人与你婚配? 而且还不远万里,长途跋涉,非要与他会合。 既然你情愿与婢女婚配,那这下贱二字也是你自找的,却在这里埋怨起别人来。 难道他的出身还用我们告诉你吗? 再说,你区区一个贱生,有什么可高贵的,我们府上的掌管,怎么就低贱了? 你不要在那里装腔做事。 今天我告诉你,既然娶了我府中的女人,写不写生气? 都是我府中之人。 李明秋听完后,垂头丧气,没有半句话,呆呆地坐下。 其他人劝道,老李,你还是写了生气吧。 若是不写,告你一个无美苟合,少不了让你背一个流棍兼淫的罪名,到时候你就啥也不是了。 你自己想想,是见官刘配的好,还是在这里当掌管,报美人的好? 你若一旦入狱,阿满还要再嫁,岂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? 众人听后,一阵哗笑,李明秋掩面哭泣,左思右想,自己若是硬杠,相当于拿鸡蛋去碰石头,不如依着众人,含泪写下生气。 生气上的语句,那是那位长者口授,李明秋听后气的头昏目眩,心中滴血。 写完后,长者让他签字画鸭,众人也都在上面落了手印,然后便取走了。 五,众人走后,李明秋回到房中,长嘘短叹,一顿痛哭。 阿满只管看着他笑,原指望拿笑来替他解闷,可李明秋闷还没有解,只听随来的那个仆人说道, 主人,你一心要娶婢女做夫人,谁知身为,既不,你也算得上是钟情鼻祖了。 不说还好,就这几句话,气得李明秋又休又慢,又要寻死。 过了几天,阿满使出自己的手段,把李明秋硬拽入温柔乡,几番下来,李明秋也就认了。 常言道,色字头上一把刀,贪淫之祸,可以使人失身,可以使人丧尺,可以使人绝妻子之爱,可以使人弃祖宗坟墓。 可以使人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。 李明秋就是个最好的例子。 所以,不得不防啊。 当年,京城有一位自称成经的泼皮,在家中排行老三,人称李阿三,老大,老二不和他来往,还有个老四叫李四,与他生活在一起。 为什么说李阿三是成经的泼皮? 因为他经于事故,交际广泛,上层结交的都是内室官员,中层结交的都是外妻管家,下层相处的都是泼皮无赖,平时看似仗义输财,实则为非作歹,在京城是出了名的混合,没人敢惹。 而且,李阿三也确实厉害,即便犯了事情,一般人还真搬不到他,总有人给他撑伞求情,总是能想办法逍遥法外。 但这一次,李阿三捅的娄子有点大,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,且看他下场如何。 一、李阿三在外面叱咤风云,在家里也是威风凛凛,娶了一妻两妾,可他还不满足。 李阿三整日在外面鬼混,不仅天天逛窑子,而且看见有姿色的良家妇人,他便必须要弄到手。 大姑娘、小媳妇一听到他的名字,都赶紧躲着走。 一天,李阿三从外面鬼混回来,路过瓷器场的时候,听见一个孩子喊,好吃的火烧,快来买。 正在喊的时候,却听到胡同里面传来一句焦滴滴的声音,卖火烧的。 这一声焦的,婉转如水,直接把李阿三的注意力吸引过去。 他看见胡同的尽头,走出一个美貌的姑娘,递给了孩子十个铜钱,买了十个火烧。 这一下,李阿三可是看仔细了,姑娘长得不胖不瘦,不高不矮,面若桃花,身姿婀娜,估计全程也找不出第二个。 李阿三见他进了屋,便问那个孩子,这是谁家的姑娘? 孩子说,是户部写抄老张的女儿,才十六岁,听说还没定亲呢。 李阿三笑道,正好,带我娶来,做第三个小老婆。 李阿三心里惦记着这事,便直接去了媒婆家,让她帮忙去老张家里求亲。 话说老张,本不是京城人士,而是从南方逃难过来的,家里贫困,又没有太好的赚钱手段,只能靠在户部写抄度日。 老张有个妻子刘氏,还有一个儿子叫张亮,年纪二十岁,平时太学好,经常与一些下三滥的人混在一起。 另外,老张还有一个女儿,名字叫香妹,就是刚才买火烧的那位姑娘。 媒婆来到老张家,先是杂杂呼呼地贺喜道,你老人家有喜事了。 这边有个王爷,是京城最出名,最有钱,最有事的,他有一个妻子,因为生孩子瘫痪了,常年卧病在床,家里缺个长家的。 王爷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你家香妹,不仅人长得好,而且聪明贤惠,特意押我来向你们提亲,想娶香妹去家里做长家娘子。 老张问得仔细,听说是京城里有名的李阿三。 儿子张亮是个没见识,不长进的家伙,说道,爹,李阿三在京城混得好,我们要是攀上他,那后边可有的是好处。 这门妻是真不错。 老张对媒婆说,我家就这么一个女儿,正指望她给我招一个财主,一家都还要靠她养活呢? 倒是妻子刘氏说,这婚姻大事,不是仓促之间就能定的。 再说我们又是外来户,对情况还不太熟悉,此事还要从长计议,仔细打听打听。 后来,经老张一打听,李阿三家里已经有了一妻两妾,而且在外面还经常拈花惹草。 母亲刘氏便说,这样的人,就是个金花子。 有了妻子,又去娶妾,有了两个妾,还要去娶第三个,日后再见到好的,不得把我们相媚又撇下。 所以便找了个理由,想推掉这门亲事,说道,我们是小户人家,只有一个女儿,还要指望她给我们养老送中,不想让她给别人做妾,想为她找一个单头赌警的人家。 媒婆反复说了几次,张家就是这么一句话,弄得李阿三特别不高兴。 二,后来,见张家不肯,李阿三又来了坏主意,对媒婆说道,她既然想嫁个独身的,我兄弟李四正好没有娶妻子,让她嫁给李四不就得了。 有熟识的人知道,此事后,对老张说,你可别听她胡扯,你若答应了她,那知道是佩吉李阿三,还是佩吉李四。 即使佩吉李四,他们名义上是兄弟,但实际上,李四在李阿三面前,就是个跑腿打杂的,什么事还不都得听她的。 因此,老张家对此事死活不同意,但却着急把香妹赶紧嫁出去,免得留在家里再生火断。 过了一段时间,惊人作媒,老张把香妹嫁给了一个当兵的,叫赵虎。 赵虎家里有四间新房,两间自己住,两间收租,每月薪水也不少,足够一家人吃用,而且还能保证顿顿有酒有肉。 香妹嫁给她,日子过得确实不错,赵虎身强力壮,两人感情也非常好。 可惜好景不长,有一天,兵营突然安排赵虎到昌平黄陵去做工,赵虎新婚艳儿,肯定舍不得交妻,但找人求情,不去做工,但是费了不少银子,最后也没有办成。 赵虎觉得妻子年轻漂亮,不方便独居,便把妻子送到了岳父家里,自己前往黄陵去做工。 昌平离京城有六十多里地,赵虎一去就是两个多月,期间竟然没有一点阴性。 香妹央人去打听,有的说,内侍叫赵虎去家中做工了。 也有的说,因为赵虎做工不满意,被内侍撵走了。 还有的说,赵虎去长城外砍柴,被兵马抓走了。 但不管怎样,反正是赵虎活不见人,死不见事。 香妹自己出盘缠,又让哥哥张亮去打听赵虎的下落,但也没有结果。 这样过了一年多,香妹等于活活在家守寡。 当时有个无赖叫孙良,二十四五岁的年纪,平时与张亮玩得最好,两人还结为异性兄弟。 孙良是个好色之徒,经常到老张家里走动。 见香妹一直待在娘家,便有了非分之想,经常拿婚话来聊拨香妹。 香妹从心里讨厌这种不学无术,见色托不动腿的人,根本不想搭理她。 弄得孙良非常尴尬。 孙良见自己上不了手,便经常对老张说,香妹的丈夫这么久都没有阴信,恐怕是不在人世了。 香妹这么年轻,长得又这么漂亮,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,而荒废了自己的终身,也该挪挪窝了。 老张是个本分人,说道,有夫之妇,谁会娶她? 再说,现在我若把她嫁了,万一她丈夫回来,我可生不出第二个女儿,那是要吃官司的。 孙良说,香妹若是肯嫁,我衙门里有熟人,替她讨一张公文,还怕她做什么。 香妹知道后,说道,我有得吃,有得穿,闲得嫁什么人。 又过了一个多月,忽然有一天,有两个人走进老张家里,后边那个人,蒙着眼纱,脖子上还系着一根绳子。 前面那人不由分说,便将老张一起绑了起来,拉拉扯扯地带到寻补衙门,关了起来。 老张慌张地不行,赶紧托人打听,原来户部有个书办,一直在作假文书,说老张曾经替她卖过一张。 所以就被牵连了,虽然老张反复解释,但是也没有被放出来。 三,见老张被抓,家里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 这时孙良献祭,道,这件事情,一看就知道伯父是被冤枉的。 但在衙门之中,冤枉的人多了去了,除非花大价钱,否则别想轻易出来。 我看李阿三是个有门路的人,她曾经想娶香妹做小妾,不如我现在帮你们说美,把香妹嫁给她,保准可以把老张救出来。 刘氏正急得不行,一听这话,气不打一处来,说道,别提那个李阿三,我就不信没天理了,还能平白无故要人命的。 香妹在一旁,也白了孙良一眼,说道,我不嫁,用不着你瞎操心。 孙良笑道,香妹,黑夜漫长,哥哥怕你一个人不好熬啊。 香妹生气道,赶紧滚,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这种屁话,也是该当要出事。 孙良从老张家里出来的时候,迎面正好碰见了李阿三。 李阿三说道,小孙儿,去哪儿啊? 孙良赶紧过来舔屁,说道,我今天本想成人之美,结果有人不识好歹,让我赚了个不是人。 李阿三问道,是哪个小贱蹄子,吃了雄心抱子胆,竟敢惹我兄弟? 现在带我去找他,我为你出气。 说完,扯着孙良便要走,问,是哪个娼妇家? 孙良说,不是娼妇,是不识抬聚的张香妹。 我对他说,你丈夫没了,父亲关在牢里,不如我替你做个媒,想让他嫁给你,让你帮他救他父亲。 可是那小娘子,不但不识好,反而把我骂了一顿,还不准我再上门。 特别是那个张亮,怎么与我也是结拜兄弟,也不拦着一点。 任由我受气。 李阿三说,这种人,别搭理他,先到我家喝杯酒吧。 谁知喝了这杯酒,就出来一场大阴谋,一场大祸,马上就要降到香妹身上。 李阿三让人准备了几道小菜,有炉煮,有炒干,刚想与孙良推杯换盏,正好弟弟李四走了进来,李阿三让他坐下,一起陪着喝酒。 孙良边吃边说,张家母女不听我的劝,真是可恶。 李阿三借着酒粒,一听这话,便嚷道,张香妹假清高。 孙良说,对,我早晚得到他,出这口恶气。 李四在一旁拱火道,他要不肯嫁给你,怎么办? 常言道,酒是色眉人,色胆包过天。 李阿三早就做惯了这种坏事,想了一想,说道,我们可以趁刘氏和张亮不在家的时候,把香妹卤过来藏在家中,那时不就什么都妥了? 孙良说,三哥,这样可就没我的范儿了。 李阿三这个莽夫,又想了想,说道,我有一个绝护计,弄断了他的根,便可以强占香妹。 随后,李阿三附在孙良耳朵上说了几句,又说道,明晚就看你的了。 事成之后,送你二十两银子,给你娶个好嫂子。 李阿三然后又悄悄告诉兄弟李四,李四听后,说道,只是下手太狠了。 当天,三人喝到很晚才散。 四,第二天,是二月初五,张家母女在家,正在发愁父亲在牢里受苦,也没有个门路,去救她。 只见孙良进门说道,哎呀,昨天多喝了几杯酒,说话多有冒犯,今日特来赔罪。 香妹听了也不理她,转脸向炕里边坐着。 哥哥张亮说道,兄弟,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,毕竟我们以后还要交往呢。 孙良说,香妹不原谅我,伯母也有些不乐意,我不好在家里待了,还是与你去喝几杯吧。 张亮说,哪有心情喝酒,不去,不去。 孙良扯住她不放,张亮没再坚持,便跟着去了。 张亮没想到的是,这一去,再也没有回来。 去了半天,天快黑的时候,刘氏对香妹说,天都黑了,你哥怎么还不回来? 母女正说话呢,只见孙良拿着一件衣服,是张亮出去时穿得旧青布袍,急忙进门对刘氏说,我刚才同张亮去喝酒,刚出了门,便遇到王秃子。 他说,张亮还欠他一些银子,一个让还钱,一个说没欠,两人便争执了起来,现在张亮吃了亏,让我以这袍子为信,要你快去救他。 刘氏说,我现在身上怀着八个月的身孕,身子粗大,行走不方便。 孙良说,正需要你这种大肚子的,别人见了才会害怕。 走吧,我扶着你去便室。 说完,孙良连掺带扯,把刘氏拉出了门。 香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只是在心里打鼓。 另一边,孙良确实是请张亮去喝酒,天快黑的时候, 他们走到瓷器厂旁边,孙良说,肠子里有个野娼妇。 我与你顺便过去玩一玩。 张亮想回家,但被孙良硬拉了过去。 两人走到一处土墙边,趁四周没人,张亮没有防备,躲在暗处的李阿三衣棍朝着张亮的头上砸来, 正好打在了他的太阳穴上面,张亮当场晕倒在地。 李四与孙良见状,赶紧冲上来,朝着张亮一顿暴打,张亮当场毕命。 孙良从张亮的身上扒下了就不跑,他主要是想用这件衣服,去骗刘氏出来。 而刘氏被孙良骗出来,好不容易走到此处时,忽然见儿子躺在地上, 赶紧俯身去查看,孙良等三人一起动手,当场把刘氏这样一个孕妇打死了。 孙良说道,现在没人给香妹撑腰了,我们一起去吧。 于是又从刘氏身上脱下一条裙子。 孙良当先赶到张家,香妹此时正呆坐在炕上,焦急地在等母亲和哥哥的消息。 忽然见孙良来到家里,香妹警惕地问,你把我哥哥和母亲带到哪里去了? 孙良说道,你母亲赶过去后,也与王秃子发生争执,不小心被推倒在地,晕过去了,让我把这条裙子当信物,亲自拿给你看。 说完,便到炕上来扯香妹。 香妹说道,我不去,去了也没用。 这时,又见一个人进来,也过来一起扯香妹,香妹急忙往后躲,正要喊人救命。 孙良却从桌子上,顺手抄起一把菜刀,恐吓香妹道,你若敢喊,我便杀了你。 这时,那个人顺势上来捂住了香妹的嘴,此时又闪进来一个人,吹灭了灯。 香妹两只手都被人扯住,孙良趁机将香妹监污了。 香妹狠命挣扎,但哪里敌得过三个大男人。 孙良完事之后,另一个人说道,小娘子,我几次想纳你为妾,你却敬酒不吃吃法酒,今天可算落到我手里了。 香妹心想,这个人肯定是李阿三。 片刻之后,另一个按手的人说道,也该轮到我了吧。 说完,便放开五碰上香妹嘴的这只手,过来想接着强暴香妹,香妹急忙大喊,快来人哪,有强盗杀人奸人了。 香妹一声喊,吓得那人赶紧爬起来,香妹也趁势坐起来,早被这几个人扶得扶,推得推,拉得拉,拽到门口。 三人拉着香妹,正准备往胡同里跑,可胡同那边早有人听见叫喊声,跑出来查看,大喊抓强盗。 孙良等三人见识不妙,只好把香妹扔下,四散而去。 五,香妹见歹徒已跑,定了定神,理了礼衣服,便向邻居们哭诉刚才发生的事情。 另一边,巡捕们晚上查夜,正好走到瓷器场附近,朦胧中看到地上好像躺着两个醉汉,倒在土墙旁边,巡捕头目便对手下说,快把那两个人叫醒,带过来我看看。 左右去查看时,发现地上却是两具尸体,不知被什么人打死了。 巡捕头目见一尸两命,连忙把四下的邻居喊起来,让他们过来指认尸体。 其中一个人说道,这句男尸,好像是户部老张的儿子张亮。 巡捕听后,便让人去传唤张亮的家属来指认。 当巡捕赶到张家的时候,香妹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向众人哭诉,说哥哥和母亲被人骗去,到现在还下落不明。 这时巡捕说,不用找了,他们已经在瓷器场附近被打死了,你去认认吧。 香妹听后,当场放声大哭。 香妹跟着巡捕来到现场,把母亲和哥哥被哄骗出来一事,告诉了巡捕,但不知道怎么被打死了。 香妹还说道,二更十分,有三个男子来强奸自己,听他们说话,其中一个人肯定是李阿三。 后来听到邻居们来搭救,这才把他们都惊散了。 巡捕一听,这是一起强奸杀人重案,赶紧向上司报告,及时发牌捉拿三个要饭。 起初李阿三等人都跑了,但是这么大的事情,巡捕全程出动,哪里还有抓不到的人,谁还敢包庇他们,没过几天,李阿三等人便被捉拿归案。 不用说,三人这一逃,直接便把罪名坐实了。 根据香妹的供诉,巡捕对李阿三等人进行了严格审讯,对待李阿三这等无赖之徒,直接上了重刑。 因为事情紧急,李阿三还没来得及脱关系,便被大行伺候,受不了招供了。 经审讯,事实非常清楚,杀人一事,李阿三是主谋,孙良,李四是从犯。 强奸一事,先是孙良,其次是李阿三。 李四行肩不成。 打死张亮的,骑手致命的是李阿三,后面是孙良,李四。 打死刘氏的,孙良先踢的运渡,接着是李阿三,李四,将其踢打致死。 强奸相媚的,持到恐吓,解裤腰带的是孙良,眼口,扯左手的是李四,吹灯,扯右手的是李阿三。 管寻补的那是马太监,本来还想包庇一下李阿三,但是当他看完共状,见是杀人强奸,而且手段非常残忍。 特别是刘氏已经怀孕八个月,杀母已至子王,虽非直接打死,但也起于此次谋杀。 人证物证据在,恐怕重份难平,马太监也不敢包庇。 于是,以杀死一家三人,强奸一人为名,将此案件移交刑部。 当时内侍参政,各路官员都被他们迫害怕了,因此凡事牵涉到内侍的事情,各部都是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办,以此来保官保身,这次也不例外。 尽管有不少人为李阿三求情,但马太监报送的是三条人命,刑部也就算做三条命,将李阿三按例判了凌迟处死,孙良,李四皆判为斩首。 暗宗承送皇上诸批,当时的皇上信神,心地仁慈,不想多杀人,便说刘氏腹中的孩子还未成刑,不能算作三命,批回刑部在意。 刑部一见皇上有旨意,也不敢再算作三命,而是将李阿三、孙良、李四都判作斩罪。 而此时的孙良,因为在审判过程中,经过几番夹打,已经死在了刑部大牢里。 后来,刑部拟判,皇上批复,李阿三当即会官斩首,孙良录施,李四坚侯处决,相媚抚慰回家。 锦衣卫听命,与刑部将李阿三带到菜市口,督察院的御史早已到位,准备奸斩。 此时的李阿三,即便在八面玲珑,手眼通天,也没有人敢包庇他,家里的一妻二妾,一帮狐朋狗友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砍头。 六,李阿三平时作恶多端,民怨沸腾。 众人见到他被当街行刑,百姓皆拍手称快。 正所谓,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。 李阿三为了一个女人,竟然犯下滔天罪恶,爽了一时,却把自己一妻二妾都撇下手寡,最后不知道落于谁手。 孙良为了二十两银子,为了一刻之欢,竟把自己的性命葬送,死后还要被录尸,这都是图什么呢? 其实,香妹的丈夫之死,香妹的父亲被抓,都是李阿三实际陷害的。 为了一个女人,至于这样大动干戈吗?值得吗? 万恶银为首。 奉劝世人,管住自己的下半身,是成不过一刻欢愉,是不成必智毁明败家,现在网上爆出的这种事情还少吗? 最后的结果都是身败名裂。 宋朝年间,有一个明德村,村中有个叫甲牛的土财主,人称甲富翁。 甲富翁没什么才学,靠放债为生,自己仗着有几个钱,开口便夸豪富,所以全村人给他起个绰号叫甲富翁。 甲牛虽然有些钱,但年近六十,没有儿女,因为结发妻子早死,便娶了一个偏房,叫孟姑。 这个孟姑,是一个使女出身,浓眉大脚,体格健说,刚娶过门一年,便给甲牛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甲牛老来得子,不胜欣喜,把这个儿子施若掌上明珠,取名甲宝。 孟姑自从生了这个儿子之后,在家里便趾高气扬,彪悍非常,甲牛唯命是从,既把孟姑当仙女看待,又把甲宝当作爷爷一般。 平时,甲牛对他母子两个百依百顺,每天只要见他母子笑一笑,便干什么都有尽头,可正是这样一对母子,最后不仅害死了甲牛,还当成人人骂街的笑话。 一,甲宝从小娇生惯养,自幼便顽劣一场。 年仅七八岁,见了丫头仆妇们,便手脚不干不净,扯住妇女衣裙,乱摸乱耸。 若父母是个明白人,见到这种情况,肯定要上去管教。 可他们非但不管,反而哈哈大笑,说道,你这个臭小子,你懂什么,一个毛孩子便去讨人便宜。 甲宝说道,我经常见父亲搂着你就是这样,难道我不能这样? 甲牛与妻子听后,不但不害骚,反而笑作一团,说道, 小贼乖,今后我们做事,再也不能让你瞧见,省得你见样学样。 一天,甲牛去村里喝酒回来,带着三分酒意,刚要进门,见甲宝站在那里。 甲宝一把上去拽住父亲,说道,老儿,你去人家喝酒,带什么好吃的回来没有? 甲牛说道,没带啊。 甲宝便骂道,老贼牛,为什么不给我带吃的,就只顾着自己的嘴。 一边骂,一边用力把父亲一推。 酒醉之人,本来就跟脚不稳,甲牛一下子摔倒在地。 若是平时,甲牛也不会跟儿子挤眼,但今天凭空摔了一跤,而且又是酒醉之人,加之甲宝又骑在自己肚子上乱叫看我骑牛。 看我骑牛,甲牛便气不打一处来,揪过儿子的头发,上去便打了四五拳。 甲宝一出生,便掉到蜜罐里,哪里尝过这种滋味,便杀猪般地哭闹起来。 梦姑听见,哭声赶了出来,只见甲宝抱着头说,娘快救救我,老牛想要打死我。 梦姑也不问缘由,见了倒在地上的甲牛,上去就是一顿乱踢,只把甲牛踢得满地打滚。 甲牛吃疼,求饶道,娘,有话好好说,再打就没命了。 邻居见状,也都上来劝解。 梦姑哪里肯听,上去就想把甲牛拖回家里,甲牛想挣脱他,两人没用对立,没想到一下子把梦姑拽倒了。 此时的梦姑像发疯一样,放出当丫鬟的本事,管他千人百眼,也不要半点脸面揪住甲牛。 就是一顿暴揍,甲牛被梦姑打得满地打滚,又惊又怕,跪地求饶道,娘啊,我再也不敢了,你别气坏了身子。 你让我起来,让孩子也打我几下,怎么样? 梦姑这才停下手,扯着她的耳朵,便到屋里去,邻居们笑道,夜叉拽了牛头,两个都是见鬼,便一晤而散。 梦姑把甲牛拖到儿子面前,还真让甲宝把他打了一顿,问道,你以后还敢打我儿子吗? 甲牛说,我今后再也不敢了,只要再犯,让我喝你的尿都行。 从此,甲牛在家里变得跟小绵羊一样,梦姑变得跟老虎一般,而甲宝却成了家里的天王,仗着母亲的溺爱,年纪越长,越发骄横。 在甲宝十五岁的时候,看见邻居家有一个姑娘长得漂亮,心里蠢蠢欲动,白天便想要去偷奸姑娘,没想到便宜没赚到,反被人家抓住,并扭送见官。 这可把甲宝父母急坏了,又是请客,又是送礼,花了足足有二百两银子,才把甲宝弄了回来。 孟姑见儿子平安回来,便有了底气,开始出去骂街,只说邻居家姑娘不检点,乱搭乱扯,家人们故意设下美人局,欺负她儿子年幼,故意来陷害她。 邻居都知道她是个泼妇,也没人敢招惹她,让她一直骂了几天,最后消了气才算完。 二,没过半个月,甲宝又被几个恶少张三、李四等,勾引到童书密府中,去看女戏。 当时童书密室大,养了不少女妓,天天在家,百般作乐,开着院门,人人关完,这正是那帮流氓子弟向往的地方。 且说那天晚上,甲宝跟着几个恶少,也来童府看戏,但他们不守规矩,看了一会儿,便悄悄来到花楼背后的小格子里,偷看那些女妓们化妆换衣服。 那些女妓都是见过世面的,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,见甲宝眉清目秀,风流俊俏,两眼发火,也动了三分浴火,在人从中,还主动对甲宝动手动脚。 甲宝本来就是个贪色的小魔头,便偷偷地躲在楼梯下面,成女妓们下楼的时候,在她们身上开油,弄得女妓们蠢蠢欲动,只管向她抛媚眼,做骚态。 这一来,甲宝更像打了鸡血一样,被他们迷得六神无主,呆呆地躲在格子里,再也拔不动腿,而那几个恶少,没她这么没出息,早已去前面看戏了。 其中,有个胆子大的女妓,见甲宝是个厨,便把甲宝领进一个黑暗的厢房里,两人在里面做起了鸳鸯。 这时,另一个女妓发现了她们的勾当,也悄悄地进入了厢房,加入了火热的战斗。 三个人在里面忘情地瞎鼓道,不免放出一些声响,恰好有寻夜的鱼猴路过厢房,听到里面有一响,就像老鼠偷舟一样,便用手推门,门却关着。 于是大声喊道,谁在里面,快些开门。 这一叫,吓得里面一男两女,魂不附体。 再不敢发出半点声音,鱼猴见声音没了,知道里面有蹊跷,用力把门踹开,拿灯火一照,里面的景象竟不堪入目。 鱼猴怒道,大胆的小奴才,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? 竟敢潜入内阁,奸淫女纪,都给我站起来,跟我去见老爷,你们少不得都得死。 此时,一女两男下得跪倒在地,叩头如捣蒜,哀告道,求爷爷饶了我们这三条狗命吧。 鱼猴又骂道,狗奴才,难道你没听说,深夜潜入梁家,历时打死勿论吗? 你们若想活命,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 甲宝年纪上小,听了这一句,吓得六神无主,面如土色,静直挺挺地吓死在地上。 鱼猴虽说嘴硬,但心性仁慈,见此情景,鱼心不忍,便急忙扯住那两个女妓,往乡房外一推,说道,你们还不快走。 那两个女妓听了这话,抱头鼠窜,悄悄上了楼,躲在屏风后面,一是害羞,二是怕鱼猴来问话,以便打听消息。 随之鱼猴吹灭灯火,悄悄背起甲宝,一直来到自己的班房,然后把她放下,拿一些热汤给甲宝灌下,过了半天,甲宝才行转过来。 甲宝睁眼一看,只见鱼猴插腰站在一旁,慌忙又爬起来拜道,好爷爷,饶了我的狗命吧。 鱼猴好言安慰道,孩子,你不用害怕,起来吧。 实话告诉我,你是哪里的浪子,姓甚名谁,是谁约你到里面去的?甲宝不敢隐瞒。 说自己是明德村贾富翁的儿子,并把恶少相约看戏,自己到阁楼开游,女妓,偷偷勾引之事,全部说了起来,生怕漏掉一个细节。 鱼猴笑道,你倒甩得干干净净,照你这么说,是我们府里的女妓勾引你了,还是我们的不是了。 甲宝一听,话风不对,又赶紧叩头道,千不是万不是,都是小人的不是,请爷爷放我一条生路,若我忘记你的大恩大德,让我不得好死。 鱼猴见他这般模样,心想,我在阁楼里便有放他之意,只是不知他的底细。 我若拿奸道二字做文章,去他家里恐吓一番,若他们想要救孩子性命,自然愿意出钱。 况且,刚才贾宝说他父亲是富翁,鱼猴心里早就有了主意,便想趁机捞上一笔,于是好言安慰道, 你既然是良家子弟,我今天便饶你性命,晚上你先睡在这里,明天早上,我再送你回去。 倘若有人进来问起你,你便说是我的外甥,千万不要说漏了嘴,否则连我也保不住你。 贾宝点头称是,便在屋里老老实实地躺下。 三,第二天一大早,贾宝便央求于侯放他回去,于侯道,不着急,你先待在这里,带我先去你家,问明来历,然后让你父亲来接你。 如果日后有人发觉此事,万一被老爷知道了,我也好有个着落。 说完,便把门锁上,直奔贾家而去。 且说贾家父母见儿子一夜没回。 在家急得团团转,孟姑埋怨邻邻居引诱儿子出去,在家里骂天骂地,嚎啕大哭。 于侯一进门,问道,你们可是在哭儿子。 贾牛含泪答道,正是,官人,你若知道我儿了的下落,就快告诉我们,必有重谢。 于侯不紧不慢地说道,他在童书密府上,昨夜以看戏为名,偷奸我家女妓, 被府上的人抓住,一会儿便要送官处死,我特意来报个信。 贾牛,孟姑一听,当场吓哭,双双跪在地上,求道,官人,你行个方便,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们的孩子。 于侯说,我也想救他呀,所以着急来报信。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用银子买通同府管家,才有生还之路。 贾牛一听,问道,不知道需要多少银子。 于侯说,府中花销太大,起价不低,最少也得三千两,将就试试吧。 贾牛一听,傻了眼,说道,我的全部家当,加在一起也不值三千两,现在家里只有一千两现银,其余的东西,就算都折算进来,勉强可以凑够两千两。 若是再多,我只有拼死了。 于侯道,我也是做善事,就两千两,我试试吧。 如果此事办成,也是你老人家的造化,但事不宜迟,必须尽快拿银子赎人。 贾牛道,官人先在我家里坐一会儿,我这就出去凑银子。 若凑够了,今天晚上便送给你。 于侯说,既然这样。 那我也就不用在这里等了。 今天晚上,你在童府门口等着我。 贾牛随后送走了鱼猴,对孟姑说道,现在家里只有一千两,还少一半,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去哪里找啊? 你不是有些私房钱吗? 可以先拿出来用一下,我们先把孩子赎回来再说。 孟姑一听,破口大骂。 老牛,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私藏银子了? 我们只有这一个儿子,你是巴布的他,快些死是吧? 自己不快去凑银子,反倒来打我的主意。 如果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,看我先要了你的命。 贾牛见孟姑的虎进儿又上来了,连忙白手道,你别生气,我出去凑钱便是,肯定把孩子救回来。 然后,贾牛把家里的东西,当得当,卖得卖,又出去借了一些,勉强凑够了两千两。 当天晚上,贾牛把银子封好,自己背着去同府找于侯。 于侯知道他肯定要来,早就在那里等着他,把他拉到班房中坐下,先点清了银子。 贾牛说,权杖官人之力,我才能救出孩子,此恩莫尺不忘。 于侯说,我害怕府中之人拷打令郎,昨天晚上便先把他保在班房里。 如今,等我将银子送到府中,然后再把令郎放出来,交还给你老人家。 至于后事,由我一力承担,你就不用管了。 说完,于侯便取出钥匙,把贾宝放出来,交给贾牛。 父亲见儿子毫发未损,像捡到了宝贝一样。 生怕府中之人又来勒索,便赶紧扶着贾宝飞奔回家。 四,孟姑见儿子安全回家,抚其背,磨其面,问道,我的儿啊,没吓坏吧。 贾宝害怕父亲埋怨自己,便先撒起泼来,大哭道,我去府中看戏,都是张三来帮人引诱我去的。 晚上,他们撇下我先走了。 我在府中迷了路,才误入内阁,被巡夜的渔猴抓到了班房,还扬言要处死我,吓得我魂飞魄散,险些见不到娘的面。 孟姑听了她的一面之词,便要去张三家里打闹。 贾宝劝道,不要只怪别人,若是自己不肯去,难道是他们拿绳子把她捆去的? 孟姑听后大骂,老贼牛,照你这么说,我的孩子就该让他们哄去害死吗? 骂着骂着,便对贾牛动起手来,正好一拳打在心口上,贾牛一口气没上来,便晕倒在地。 孟姑以为她装死,继续骂道,你这黑心老牛,别给我炸死,是想赖我谋杀亲夫吗? 此时的贾牛口吐血沫,双眼紧闭,手脚冰凉,孟姑母子见她不像是装的,这才把她扶到床上,灌了一些热汤,过了一会儿苏醒过来,自此便落下了弃骨之病。 你说为什么贾牛的这病? 只因为生下贾宝后,从小对她娇生惯养,一味溺爱,加之孟姑纵容,贾牛不知道生了多少闷气,吃了多少哑巴亏。 前番一位偷奸邻家闺女,费了不少银子,赔了不少不适。 还不敢说儿子半句,这次又被鱼猴抓住,逼她凑饮取熟,又惊又急,加上孟姑吵闹,又气又恼,清尽家产,才把儿子救了回来。 本来指望才去平安落,可没想到孟姑仍旧不依不饶,撒泼打骂,一个六十岁的老人,哪里能受得了这番折腾,种种失忆,点点不满,最后让她急火攻心,所以便一病不起。 自从贾牛卧床之后,两眼紧闭,迷水不尽,当妻子的不去其神问补,做儿子的也不去求医买药,把她一个人扔在厢房里,只让一个小丫鬟伺候。 而贾宝呢,却仍不思悔改,又被张三等人哄着去串戏。 贾宝本就喜欢贪色偷情之事,非要串演西乡,声称自己要扮张生,以此卖弄俊俏。 张三等人觉得她有钱,谁也不想招惹她,说道,贾宝,你若想要演张生,必须另置行头,只有衣服穿得华美,那才有趣。 包括莺莺,红娘的裙袄,也都交给你了,把她们打扮漂亮了,这戏演着才带尽。 贾宝听后,说道,有道理。 等我回家跟母亲要些钱,明天就和你们去城里置办,但是半月之内必须串成此系,否则过几天天气变热,穿这些衣服就不舒服了。 张三说,只要银子到位,半月之内,肯定弄成。 贾宝鱼是回家找母亲要钱,孟姑也不敢为妞,随即取出一百两,任她挥霍。 没过三天,贾宝又回家里要钱,说要拜师请客。 孟姑又拿出一百两,当初贾牛求她拿钱赎儿子,她都不肯,现在明知儿子浪费, 却也高兴答应,带丈夫值宝,宠儿子之逆,由此可见一斑。 她自己觉得是爱儿子,实际上是害了她。 那天,贾牛躺在病床上,也不见儿子来探望自己,而且听说她还天天去串戏,气不打一处来,上了大火,一口痰没上来,气塞咽喉而死。 那个小丫鬟,以为她天天闷睡,也不开口,哪里知道她的死活。 况且,孟姑天天为着儿子串戏,准备制酒拌菜,更没有闲心去管贾牛。 当时正值五月,天气渐热,贾牛死了两天,因为尸体发臭,外面才知道她死了。 孟姑连哭都没哭一声,取出二两银子,让人买了一口棺材,准备草草下葬。 此时的贾宝,也全然没有父子之情,直到父亲死了之后,只假意掉了几滴眼泪,心里只惦记着要扮演张生。 不巧的是,贾牛下葬当天,正好张三家里要串戏。 贾宝因为父亲尚未入恋,即使再不孝顺,也不好扯下麻布,出去串戏。 无奈勉强守在家里,哼哼唧唧,人们都以为他是在那里哭父亲,实际上他却在那里唱随喜到上方佛殿。 亲戚朋友们听明白后,轰然大笑,嘴上不说,但心里都骂他是个不孝子。 孟姑见有人耻笑儿子,便家枪带棒,千倒万入地乱骂道,我养的儿子,谁要你们来管闲事? 亲戚们知道孟姑不好惹,便都散去了。 最可气的是张三,这个结果眼儿,还带着一帮串戏的朋友,来到贾牛灵鹫旧旁边,也不作医,更不扣头,只对贾宝说道,死得已死,活得要活,难道你费了那么多银子,治了那么多行头,就因为父亲死了,今晚就不串戏了吗? 若你不去,传到外边,人们不说你是守孝,只说你是害怕出丑,借此躲避,岂不被人笑掉大牙? 还不赶快扯下白布,脱下麻衣,跟我们去准备串戏。 贾宝早就想去,但碍于面子,还是在那里假惺惺的不动。 孟姑在厨房听见后,说道,费了银子,倒没什么,岂可因老牛死了,便败了众人之星。 张三,你快带我儿子去吧,省得他留在家里伤痛,哭坏了身子。 张三得了孟姑的指令,与那帮朋友一起,上去便扒了贾宝的衣服,取出戏装给他换上,把一个不孝之子,打扮得齐齐整整,在风月场中非常扎眼。 此举确实有被人伦,但贾宝从小便拎不清,不以为然,在台上把戏演得格外卖力。 当他演到附件一出时,张三向法本道,哀哀父母,生我劳苦。 此时是要流泪的场景。 看戏的人在下面喊道,亲爹死了,真眼泪都没流一滴,假眼泪从哪里来? 不哭,自己老子,反倒在这里哭别人的爹娘,真该请这位老和尚到家里去做了入恋道场。 然后再回来追见崔相国。 又有人插嘴道,不用请法本长老去,他家里和尚多的事。 众人哈哈大笑,打火取乐,把贾宝弄得不敢登场,一直躲在戏房中,非常无趣。 弄得一场好戏,半途而止。 戏散之后,众人叹道,都说养儿能防老,把儿子养大只为宋中尽孝,出几滴血泪,哭几声亲爹,也算不绝后四只人。 若都像贾宝这样忤逆,不但没能养老送中,还被世人看了笑话,嚼了舌根,最后让死去的人死不瞑目,还不如不养这个儿子。 这正是,养完子,不如无子。 五,做父母者,必须教子读书写字,向善为人,即使不能光宗耀祖,也要做个堂堂正正之人。 罐子如沙子,有些父母,把孩子放在手上怕摔着,含在嘴里怕话了,孩子要上天,巴不得装个灯云梯,孩子要入地,恨没把穿山服,只因为溺爱二字,不知道误了多少子弟,连父母最后也成了笑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